民進黨新科立委黃傑他昔日就曾經在高雄市議會 以翻白眼是一戰成名 那麼如今他即將和高雄市的前市長韓國瑜 在立法院相逢又引發了外界的關注 那麼黃傑今天上午他在立法院報導的時候 接受媒體的聯訪 他就說他要跟同班同學說好久不見 希望同班同學可以好好相處 一起把班級經營好 有的就其實大家都很期待就是我跟韓國瑜的會面 那當然過去在高雄從議會那現在到國會 未來要成為同班同學 那當然是可以重逢成為同班同學就是好久不見 那接下來在國會不只是當同學啦 那連那個抽到研究室都是同一棟 都在青島二還會成為鄰居 那我覺得緣分真的是蠻特別的 那也覺得接下來既然都要進到同一個班級了 我也希望在這個同班同學大家都可以好好相處 那可以一起把這個班級經營好 就想跟他講的一句話就是 過去都過去了接下來我們就好好當同學吧 另外呢還有一位新科立委也是備受關注 他就是過去因為主演戲劇麻辣閒時爆紅的 新科民進黨立委郭玉琦 而他今天呢在走紅毯的時候他也在跟劇中搭檔的主任 葉明志的陪同下一起來進行到會場 而葉明志呢他甚至在紅毯上面喊出了經典台詞 我要當主任 其實我是前幾天才知道原來立委要走紅毯 所以那時候我就第一個時間就打電話問葉明志 我想說大家敲碗敲那麼久了 那他也都很爽快的一下子就答應了 所以今天大家看到他有沒有覺得很興奮 妳的日子 他的版面會比我大 因為他從拍戲到現在胖了20公斤 喂不要強調 然後不強調不強調 對對對 我要當主任 我還是主任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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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有很多人問我說 你今天到底會帶誰來走紅毯這樣 然後我就想說 嗯先不說 不好說 等到到時候出現在紅毯大家都知道 所以給大家一個驚喜啦 那也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的黃中興主任葉明氏 我看到今天的陣仗我真的嚇一跳 而且很緊張 很緊張 你緊張什麼 我從來沒有進來過啊 所以說什麼都很新鮮 其實不要說你沒來過 其實這一區我還沒來過 我今天就是來實習的啊 看我適不適合啊 他會先來實習一個半天好了 先實習一個半天這樣 在適應當中 因為我很緊張 我真的很緊張 我一直在流汗 他人又大 對啊 所以說我還在適應當中 不過還是要經過我辦公室真正的主任的考驗 對 今天走紅毯的時候啊 立委們真的是各出其招啊 像是新科國民黨立委謝榮介呢 他是帶了一把粉紅色的傘 看一下真的是蠻特別的 上面呢是有這個他 還有賴清德兩人的頭像 那過去呢他自稱說他一生只監督賴清德 那他說呢因為是真愛 所以要強力監督 我還是先實在下心 可以 民眾黨昨天才宣布要自推黃珊珊來絞逐立法院長 對此民進黨立委林俊憲炮轟 說最後一天才宣布擺明是沒有誠意 認為說民眾黨不敢承擔保送韓國瑜的罵名 還硬要帶風向把鍋推到民進黨身上 林俊憲指出從1月14號選完隔天 民眾黨8期就搞得好像80期一樣 擺出高高在上的姿態 要兩大黨去給你們面試 結果現在自己要提院長 同樣的標準來反問 你們有來拜票拉會嗎 有來說明往後要如何合作嗎 林俊憲直言 民眾黨不敢承擔保送韓國瑜的罵名 甚至還要硬帶風向 把鍋推到民進黨身上 巴汗51這麼簡單的數學題就不說了 什麼關鍵少數也莫再提 在最後一天才宣布擺明沒有誠意 不拜會不溝通緣分到了 自動會投給你們什麼佛系競選 林俊憲表示民眾黨自己用行動證明 巴西真的是沒有用的巴西 最後只會讓全國民眾發現一件事 就是立法院有沒有你們 好像都沒差 那接著帶您看到的是 第十一屆國會在今天新生報導 並且同時舉行政副院長的選舉 那麼其實在這次的開票過程當中 出現一個插曲 因為在進行開票的時候 有一張選票占物到了印尼 印尼應規定列為無效票 所以本來應該要有8張選票的黃珊珊 在開票的時候只有開出了7張選票 對此擔任監票員的令委林國成說 確定原初是蓋在黃珊珊上面 只是有污漬 並非是蓄意跑票 而就在林國成受訪完之後 黃珊珊也馬上打給林國成來詢問狀況 林國成認為這種投票所有的印尼 確實很潮濕 沒有蓋票經驗的人 如果用力一點的話 確實會有這樣子的情形 並不是蓄意的 而為了和諧起見 他也做了適度的退讓 並不影響選舉的結果 林國成強調 如果這次認定是這樣子的話 希望下一次選舉不能因為民眾黨 就無效其他黨有效 不然會抗爭到底 希望標準都是一樣的 希望以後都會照這樣子辦理 而林國成也重申 這張票很明顯是蓋給黃珊珊 所以剛才報告很明顯 原初是黃珊珊的票 國民黨推派的監票員 也認為是有效票 但是大會主席認為是無效票 所以我們也是尊重主席的裁定 58歲的女星楊社會 她闖蕩演藝圈已經闖蕩了43年了 而她憑藉著感怒感言的嗆辣個性 深受觀眾們的喜愛 不過她就在今天深夜突然拋出了一個震撼彈 她表示將會一一來請辭節目 而其中的原因現在也曝光了 楊學慧在臉書寫下 我的爸爸穿鞋都有困難了 我怎麼還要我的演藝工作啊 我只有一一請辭 對不起大家愛我的人 我真的想陪我的爸媽 而粉絲看到貼文之後也紛紛留言 說錢夠用就好了 多陪陪老人家比較重要 父母的陪伴是不能等的 接著帶您關注到的是 黃偉哲 藝人黃偉靖 她日前主持了紅白藝能大賞的節目 不過就在中間出現了一段插曲 在南韓女團Lacerifee互動的環節發言時 她被質疑是口誤引發了爭議 那當時她的搭檔莎莎 她有說了一句話 她說我聽到了 就被部分網友要求要道歉 而對此 偉靖也出面留言來維護莎莎 黃白藝能大賞的口誤爭議延燒數天 偉靖不捨莎莎的IG被留言出征 昨天留言說 我一點都沒有感受到莎莎姐有任何的惡意 她更提到莎莎在主持中 救了她一大段自己遺漏的段落 在彩排快撐不住時也收到糖果支持 偉靖透露看到莎莎姐也跟著被評論 我非常的難受 偉靖呼籲大家要理性思考並發表言論 不要再讓這次的事件有多的受害者了 我只知道他們每一位對我而言都是很棒的人 我非常感謝他們 也很開心跟大家合作 最後她重申 舞台上的每一個人都沒有惡意